IBCU I een car was a bitch 喂,你好 这里是余先生的电话题 我是接听员余先生 喂,你好 我有话想对李一峰说 你好,峰峰 我一直在想 也许二十年后 我早就忙于工作 生活 老公孩子 柴米油盐一堆事 而你 也可能回归家庭 不再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也可能继续 在迎评成为特别优秀的演员 你可能会像我妈 那个时代的偶像一样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旧耀眼 可是我想 如果有一天 我偶然上网 看见你的新闻 或我照片 我一定会想起 我喜欢你的这些年 我会重新翻出 我在心里留位你的位置 因为那里 装满了我的回忆 如果可以 我也会在当荧光棒 变成拐杖的时候 还去见你 如果可以 只要你在 我一定会在 2007年 你二十岁 我六岁 那时候 多一刷书都一直半解 还不懂什么叫喜欢 因为四叶草 我与你相识 这便是文人本的开始 2014年 你27岁 我13岁 古剑的热播 使你火遍的大江南北 也给了我一次 深入了解你的机会 我加入了兴趣部落的美文组 学会了写美文和打榜 2019年 你32岁 我18岁 这是我自将告别少年时代 踏入成人世界的第一步 也是我喜欢你的第五年 这一年里 我加入了粉丝群 只为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 对别人来说 你也许不是全世界 对我而言 你却是无法比你的宝藏 我很不会讲话 但是我的空间 我的每个动态都是你 你的每个笑容 总能给我努力向前的动力 有生之年 如果有缘 我定与你 算力 讲了半天 还是叫你苏苏吧 之前有人说过 喜欢一个人 就一定要去看一场 他的演唱会 今年的他 在百般纠结之后 决定踏上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旅程 因为他知道 等待他的终点 是他触不可及的闷 是啊 他参加了你的生日会 观众瞩目下了 你显得格外自信 就像一代风 机遇人希望 却又遥不可及地保持着自己 虽然时间特别短暂 但还是让人忍不住地 想要奔向你 当你昨天搭了自己 老了照片之后 他不敢想象老的一天 就是什么样子 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老了记性不好的时候 是否好地记得你 他不知道老了之后 还能不能去你的生日会 但他不想知道 老了之后会怎样 他只想趁年轻的时候 好好的陪伴你 嗨 李峰 我是你的蜜蜂 从百里图书开始 距离今天已经是 喜欢你的第五年 二十三天了 最新的意义大概就是 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 因为你有梦可做 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 你的歌 你的话语 都是我的兴奋剂 一想到以后我可以在你的演唱会 为你挥动荧光棒 和你唱着那些陪了我很久的歌 我又有向前奋力奔跑的勇气 随着你越来越火 舆论的压力 键盘侠的恶言恶语 都随之而来 我知道你可以摆正好心态 但毕竟你也是个人 也会有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只希望在那个时候 你不要一个人独自难受 我在 我一直都在 蜜蜂也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